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类似指针和复制够动函数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类似指针 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一个类的时候呢 编译器是不会为这个类分配存种空间的 只有在我们真正定义一个对象的时候 程序才会为这个对象分配相应的存种空间 如果说我们定义了多个对象 那么这多个对象都具有自主的存种空间 但是这所有对象呢,都是共用相同的和成员方法的 那么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 当不同的对象,对美定用他们的成员方法的时候 怎么能保证就是这个对象的处理成员呢 比如说我们上一节定义的多个time对象 我们定义了time,time2,time3和time4 我们在定义成员方法的时候 因为这多个对象,他们都是共用相同的成员方法的 get hours,get minutes,get seconds,他们都是共用的 定义的时候,程序是怎么来分辨 到底是哪个对象来调用相应的成员方法的呢 其实呢,在每一个成员函数中呢 都包含一个特殊的指针 这个指针的名字是固定的 称它为this指针 this指针呢,是指向类对象的一个指针 它的值是当前被调用的成员函数 所在对象的70地址 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定义一个time对象 那么我们在定义time.get hours的时候 编译器就把time的其实地址 复制给get hours的this指针 在get hours内部,就通过这个this指针 来引用time的成员对象 成员函数有一个隐含的this指针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定义成员函数的时候 没有用到呢 这是因为this指针是隐式使用的 它是由编译器来自动实现的 我们没有必要在人为的 在形单中增加一个this指针 我们只是要在使用的时候 直接使用就行了 比如说,这几个成员函数 比如set hours,set minutes,set seconds,get hours 这几个成员函数 它们都是有一个隐含的this指针的 我们可以显示的使用这个this指针 在引用一个类数据成员的时候 可以显示的通过this指针来引用 也可以省略 那么这种方式呢 我们直接使用这种方式呢 就是省略this指针 那我们当然可以显示的 使用this指针来引用 比如说我们在引用second的时候 使用this指针 因为它这个指针 我们使用通过箭头来访问它 this表示这个对象的一个指针 second是这个类的一个成员 这个对象的一个成员 因为this表示这个对象的指针 那么给它加上一个信号 就表示这个对象了 所以说第二种方式呢 是通过对象 通过点预算符来引用 second 这样也是可以的 大家注意是要为this添加一个括号 因为点这个应算符呢 是运用力比较高的 this指针呢 我们在平常使用的时候 一般都不是使用的 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场合 我们才会显示的 使用this指针来引用 后面呢 我们会介绍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复制构造函数 复制构造函数呢 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函数 前面呢 我们已经介绍过 构造函数的定义 我们也为c添加了几个 定义了几个构造函数 那么 复制构造函数 为什么是特殊的呢 它的特殊性就表现在哪里呢 其实呢 复制构造函数 跟一般的构造函数 也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比如说 它是没有返回值的 另外 它是以类的名称 作为它的函数名的 它的特殊性表现在 它使用了这个类的名的对象 作为它的参数 参数传记的方式是传引用 那我们在什么时候情况下 才使用复制构造函数呢 创建一个新的对象的时候 将老的一个对象 作为参数 传递给这个新的对象的时候 得用复制构造函数 比如下面这种情况 前面我们已经定义了 Time这个对象 后面我们在定义 Time2这个对象的时候 将Time作为一个参数 传递给Time2 那么这个时候 成P就会自动的 执行复制构造函数 在复制构造函数内部呢 会将Time的各个数据成员 复制给Time2 我们在前面定义的 CTime这个类型呢 是没有复制构造函数的 那这个时候编译器 会自动的生成一个默认的 复制构造函数 执行数据成员复制的一些动作 这样的话 在Time2在创建完之后呢 它就是Time的一个副本 它们中的成员的值是一样的 它们具有不同的 复制空间 下面呢我们通过代码来看一下 这里呢我们就为CTime来添加一个复制构造函数 因为复制构造函数也属于构造函数 所以我们将它给一般的构造函数放在一起 它是以当前类的一个对象作为参数 也是传引用的方式 下面呢我们来实现一下 在构造函数内部呢 一般是执行一些复制的一些动作 这个呢 因为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义 来进行一些复制 这里呢我们将Time这个对象 这个参数的设计成员 复制给当前类的设计成员 来看一下 用个Time类来引用它的成员 下面呢将参数的minute 复制给类内部的minute 我们这里定义的复制构造函数呢 复制构造函数呢 是跟类默认的复制构造函数 执行的动作是一样的 啊 这就是分别对呃 成员变量进行一些复制 我们当然可以定义自己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只对hour进行复制 minute这个second就不复制了 下面呢我们就来使用一下 这是我们定义一个time5 然后将time作为它的一个参数 这样的time5创建之后 它就是time的一个副本 这里呢我们将time5的值进行输出 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time5跟time的值都是一样的 时间50分20秒 复制构造函数呢也是构造函数的一种 如果我们没有提供一般的构造函数 只提供了复制构造函数 那这个时候编译器也是不会为我们形成一个构造函数的 另外呢 在其他两种情况下也是会用到复制构造函数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种呢 就是使用类对象来作为函数的参数的时候 它是通过传值的方式来进行的 比如说上面我们来定义一个函数 比如funk 它使用ctime作为参数 这里呢我们紧紧输出它的hour 那这个时候因为它是以传值方式来进行的 中间呢我们在我们在定义funk的时候 会凸显类对象一个复制的一个动作 比如time这个时餐会复制给这里面funk的 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这里呢我们输出一些语句 表示说已经进入到了复制构造函数里面 cobby constructor 我们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输出了两次 cobby constructor 这个字不算 那第一次呢就是在我们将 我们在创建time5这个对象的时候 将time作为参数来传递给它 那这次的时候会调用一个复制构档函数 那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在调用funk的时候 我们将13的time复制给funk的一个形参time 这个时候也会调用一个复制构档函数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呢 是将类对象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这里我们为funk对象定义一个返回值 ctime 类型的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返回一个time对象 我们定义一个对象来接受一下funk的返回值 time6 对于funk time在返回的时候会复制一个time6 那这个时候也会调用一个复制构档函数 我就先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呢输出了三个cobby constructor 表示呢复制构档函数只应了三次 特别是这一次 这一次 然后这一次 他们呢就是复制构档函数 验证使用的三种情形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在定义一个为一个类定义一个 复制构档函数的时候 然后 他的参数是一个引用类型的 将引用去掉可以吗 其实是不可以的 将引用去掉的话 那么他就满足了 我们前面介绍的复制构档函数 使用的三种情形里面的一种 以类对象作为函数的参数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死循环 有时候我们在定义一个 为一个类定义一个 复制构档函数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他的参数是通过传引用的方式 来实现的 我们在使用类对象作为函数的参数的时候 以及返回一个对象的时候 他们代价是很大的 因为他伴随着对象的创建和销毁 同时呢还会伴随着 复制构档函数的调用 因此这几种情况下呢 一般都是使用传引用 来规避这种代价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传引用 给大家返回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避免了这种拷贝 但是这也会有一个问题 大家千万不要返回一个局部变量的一个引用 现在我们已经强调过了